滴滴滴 人力翻车本期看点 隐藏的唱跳达人 盎俊杰来了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乘客盎俊杰 日常中反差最大的队长是谁 薇薇 以前唱歌的那种断装大气 那种 然后撕下那种 来 走 来 乘风破浪的哪位解决是好物安丽家 心灵 心灵安丽睫毛高很是 怎么发生睫毛伤的很长很翘 我去冲浪翻一翻 卡姐一顿吃几个煎饼 多长 看可不识姐姐 这个难了 好开朗好开心 妈呀 这个很难 眉眼之间 他笑我说你猜不对吧 这不是我吗 太热烈了 天蜜后车站 站站准时擦车 哎 摩骨顺天啊 米炮齐鸣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新的 天蜜后车站 我是风铃鱼鱼 一直陪你的班车员石凯 一去一城一路相伴 大家好 我是班车员一城 一城过了一周 没想到咱们搬家了 咱们搬家了 不管在哪呢 我们的宗旨都是服务 我们每一位甜蜜班车的乘客 那今天将要乘坐我们甜蜜班车的 这位嘉宾呢 是一位乘风破浪而来的姐姐 大家都称她为隐藏的唱跳达人 我们欢迎毛俊杰姐姐 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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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搞得好有仪式感啊 生活需要仪式感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乘客毛俊杰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次欢迎毛毛姐来到我们的甜蜜班车 那在我们等车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通过手中的甜蜜身份信息卡 和毛毛姐来确认信息 确认身份之后呢 才可以拿到专属车票 通往乘风破浪站 哇 还得是评票啊 对 没错 现在就让我们先进行身份信息认证吧 姓名被唱跳眷顾的姐姐 因为在乘风破浪的节目当中呢 姐姐是get了一大波唱跳技能 网友们对姐姐的称呼有 被唱跳眷顾的姐姐 唱跳天选 还有舞丹等等 那目前觉得唱跳对自己来说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我觉得体能上去了 就是原来很明显 刚开始从出舞台准备的时候 我觉得每天跳个两小时 我觉得好累呀 跳舞动了 现在每天跳十个小时 太恐怖了吧 太厉害了 你就觉得没有很累 没有很累 第二天继续啊 哇 精神好好啊 睡得也好了 吃啥都香了 我都不敢想象跳舞 光跳舞跳十个小时的那种感觉 还是挺累的 但是也挺开心的 从开始来拿到这个舞蹈 到一段 然后再到一大段 然后到最后完成 其实还是一个 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 那毛毛姐一宫二宫的时候都和杰斯卡在一个组 大家都说杰斯卡是这个舞蹈私教课堂 干货满满 那你自己体验过后你感觉如何 还是一个干货 是一个甜蜜干货 就很甜的那种 她其实私下就是蛮可爱的 就是那种像小女孩那种 特别是移工的时候 那会儿移工的时候 杰雅姐的队长 她那时候就是觉得 你们跳的这个好easy 对于我来说 我们跳那种 我要休息休息一下 你们跳 那旁边看着我们跳 然后看 哦 她觉得你这样会更好 她就过来跟你说 你要这样子 看我 看我 说你要这样子 我们就觉得豁然开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here you have to be strong you don't need to use so much of your arm because right now you're like you were like very round d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有个这样的舞蹈老师 谁不愿意跳 开开在线心动 对 那毛毛姐现在怎么评价自己 现在的舞蹈水 啊 十分打分至 牧丹了吧 哈哈哈 可以 开玩笑 就是因为这几工都是尝试了不同的舞蹈风格 我觉得在掌握各种舞蹈风格上 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要多练 你练个上百遍上千遍以后 你就肯定会练 估计起床的时候都是 对 因为我以前就是读一校的时候是学舞蹈的 所以有些基础 那有基础的情况下你就只能多练 你真的是你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 它就会给你显现出来 这个话一点都没错 努力是不会骗人的 来 我们第二个关键词 个人技能 煎饼卷万物 这也有一个 这不算技能吗 这是太馋 这是太馋 太馋 我们网友都说 不知道姐姐的包里还藏着多少好吃的好东西 因为好像每次给他们分享一些煎饼 然后功夫茶的时候 姐姐们都会瞬间吃下这波案例 我是因为平时家里面就是饮食习惯 我们都是山东人 所以吃辣的很少 然后我就想万一我来长沙 这要吃不惯呢 担心太辣了 啥都辣 原来是因为担心了 担心吃不好 然后煎饼其实煎饼很健康 它是杂粮 它不用加热 而且它跟它放很久 有点中草 我都开始成煎饼代言人了 外号煎饼侠 煎饼侠 那除了煎饼之外 有没有给姐姐们分享其他的特产 因为我喜欢喝茶 边喝边聊天 就是养性 对 然后我觉得大家每天都那么辛苦了 就是一直 我觉得也需要有时间静下来 对吧 享受生活 挺好的 那姐姐除了煎饼还有功夫茶之外 还有什么隐藏的个人技能 技能可多了 技能多了 你们自己去扒吧 你们要慢慢发现 对 姐姐这个人要长期处 那我们进入第三个 关联人物姐姐 萌萌姐姐在节目中认识了三十位不同的姐姐 在几次公演里面也有跟几位不同的队长合作 那你觉得阿雅 杰斯卡还有维魏 这三位队长的风格有什么不同 阿雅属于就是很有智慧的姐姐 她自己说她自己是讨好性人格 那我觉得她不是说讨好 而她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很舒服 让人很有安全感 对 杰斯卡是属于专业型的 人家真的是女团的标杆了 就是那个表情管理得特别到位 你这个我真的学不来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 这点我要跟她好好学 她就在舞台上很会抓镜头 你发现没有她每个 然后眨个眼呢 对吧 你整那种小动小感觉 你压一下 好清爽 这种是到骨子里了 你去学什么觉得好油腻 维魏属于 搞笑型的 搞笑型 为啥 就是她带的队真的太有氛围了 有她在我们每天都很欢乐 真的看到了日常 那在这几位队长中 反差最大的队长是谁 唯唯 唯唯你看 一上台 以前唱歌的那种 短容大气 那种 然后撕下一种 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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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嗨了 我觉得她因为是跟我们都特别熟 所以就很放松 有点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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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那种反差 嗯 我们看之前 纯玉丰 这个玉组 之前是有维维 然后凯奇还有彩杰 还有奇希 四位姐姐 我们也看到你们在微博上分享了好多训练式模仿小动物的搞笑日常 你再振回来脸 大家都说这个玉组好像只有俊杰姐姐一个正常人 其他都是搞笑的 说我是唯一的脑干 少看点网吧姐姐 少看点网吧 我现在也学会冲浪了 我们全组12级 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呢 最深的 我们有一个不是那个抢那个叶明珠吗 就是这样抢 然后那个叶明珠被人劈成一个脑 你脑子 换了我们的脑子 太有台了 这个有点秀了 这个有点秀 网友都很羡慕你们五个的神仙友谊 那有没有什么排练的有趣的事 跟我们分享一下 太有趣了 每天都是太有趣了 说我们我们这个组是欢乐型的人 大家是一下就这么熟了吗 没有 刚开始大家还都有点陌生 维维姐自己也琢磨说我终于把他们几个人凑到一起了 感觉我们五个人是个不搭谁 那五个人一看完全不是一种类型的 结果后来一接触 不是一家人不禁一家门 那《乘风波浪》姐姐每一个姐姐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观众们也想了解更多面的姐姐 那接下来进入咱们姐姐的快问快答这个时间 《乘风波浪》的哪位姐姐是训练室里的气氛担当 你让我们的跳舞她就喊了 下一个动作 二打三打四 我们知道你是唱歌的 我知道你底气足了 你也不会没做到这么耐力 掌子也是好 《乘风波浪》哪位姐姐是公认的搞笑女人 我觉得景妍挺搞笑的 景妍 我之前OK跟她一个组 我说景妍真的是 让我重新认识了你 以前认识的她是哪种 我们俩拍过一个戏 演情敌 她是那种 我跟你说 怎么着了 但后来发现 你怎么是这样子的 你的高冷是哪里了 姐其实我本质就是这样的 对 真的挺搞笑的 《乘风波浪》哪位姐姐的作息时间最规律 我很规律 我会让自己尽量在12点之前睡觉 除去录制的时间吗 如果是录制到很晚的没有办法 但是我如果平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我就会12点之前睡觉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能保证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吗 要学习了 《乘风波浪》哪位姐姐最爱熬夜 她们几个都很熬的 很多是吗 凯琪 我经常早上起来都醒了 她群里面五点都发了 发了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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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一发以后看着 琪琪 每位的姐姐开始回 四五点钟 我说你们不睡觉的吗 感觉大家有时差 感觉不在一个地方 你在长沙 我在长 哪位姐姐是八卦小灵通 我们这几个组都是八卦绝缘体 我们在一起都从来不聊八卦 就是聊业务 《乘风波浪》哪位姐姐是好物安利佳 我觉得这东西好用 姐 我觉得这防晒 锯防晒 给你推荐一下 我觉得这个底妆神器 对 有没有 心灵 心灵安利睫毛膏好像是 怎么发现睫毛涩得很长很翘 我是用不到 你可以 我先重来翻一翻 对 哪位姐姐最有少女心 是少女心灵 对吧 很少女 有一天穿了一个T恤 什么都是小熊 你知道吗 还可以亮 然后每个人都去 每个人都去捏下去 觉得好好玩 好可爱 其实大家都会有少女心 是在一些不经意中 你说维维看这么 也是大女人那种感觉 穿了个袜子 各种小熊 扣了 她跳舞 我说怎么地上钓了小熊 谁的熊 是我的袜子上的 我说你好可爱 其实每个人都有少女心 但是大家的少女心 多多少少会展现在自己的 这个小心思上面 包包上会挂一些小玩偶 手机壳就很可爱 有很多吧 是 是会有 而且你不管到了哪个年纪 到了40岁50岁 也会有那种很可爱的东西在里面 对 成功过了哪位姐姐最爱的 操心 操心的姐姐 我觉得二姐还挺操心的 张欣逸 包里面随时都有一个 药箱吗 对 药包 头头脑热 不舒服 谁用的 接到手上药 这么贴心 来 谁说的好 包两颗 真的 领药去了 有这样的好好的感觉 挺好的 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其实还是挺安心的 对 嗯 那每位姐姐是公认的厨娘 黄小蕾应该是会做饭的 他又是重庆人 研究吃也研究的多应该 嗯 那我也会做饭 啊 你觉得自己处于咋样 啊 能吃吗 我觉得 哈哈哈 不止了 不止了 不止能吃 啊 好吃 还行 我做饭挺好吃的 虽然我比较少的少去做 都吃煎饼了 煎饼 简单 对啊 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词 IP属地 长沙 我们看到姐姐之前分享了去夜市打卡的美食迷洛 还说只要有美食的地方就会有我 好喜欢吃榴莲的 我感觉我只要臭味的我都喜欢吃 大肠啊 臭豆腐啊 榴莲呢 我都爱吃 喜欢各种各样吃 平时自己最难的或者是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呢 我会做很多呀 什么呛锅面呢 包子饺子都会做 烙饼 韭菜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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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肉饼 煲汤啊 土司啊 我都做过 心灵收窍 姐姐在Vlog评论区回复网友说 必须带杰斯卡把美食吃起来 那有想过带杰斯卡去解锁哪一些美食 嗯 大家吃了火锅 火锅 然后煎饼 撸串 撸串 想撸串 缩点尝尝的粉啊啥的 然后吃点口味虾呀 油爆虾呀 臭豆腐啊什么的都可以 那杰斯卡她能吃辣吗 她可以的 她可以的 那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能吃辣的人在尝试啊 来我们下一个关键词 近期动态生生不息 姐姐之前的港风造型是很受大家的喜爱 还有一些网友说好像叶倩文姐姐 叶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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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们俩长得好像 很多人是长得像 对 也看到姐姐去胸胸不息的现场探班了莎倩姐 感觉现场观赛怎么样 我去的时候 他刚好他们那天没有在演出 在开策划会 有一天他我就很开心 好兴奋 然后我就等我以后像他这样多好 一定会 你就你这个自律就已经打败了很多人了 我们不行 我们都不行 那我们下一个个人状态代解锁 毛毛姐在司工的时候暂别了舞台了 对于这趟旅程 还有哪些未完成的遗憾 我一直唱跳 没有机会站庄 真的 二宫的时候其实我那会就有点想 我说一宫念得有点狠 我想要那么让我休息一下 而且我那会就想去唱 就是真是没办法 我就被拖着拽着一路上就唱跳下去 然后到了三宫我想 没位急 大摩扣 老板没想到 掉了一个最难的舞蹈 这个好 这个可以 这个是那种HIPHOP 这个可以 那你觉得从出舞台到现在这个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 心态上变化 我觉得刚开始从出舞台到一宫那会儿舞台上还是有点紧张 就怕不要错错动作 很紧张 表情光丽好 不能让人觉得游异 那种就各种各样的 从二宫开始 就是开始学会享受这个舞台了 游入家境了 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很自如了 当你舒服了 观众看你的时候一定是舒服的 没错 那我们的身份信息已经全部核实无误 就是我 班车已经要到站了 接下来毛毛姐需要完成一个加油任务才可以领取车票 看图十几节 嘉宾通过乘风破浪姐姐们的童年照来猜测是哪位姐姐 随机抽取盒子中的网友评论并回应即可获得一条文字线索 每题只有一次获得提示的机会 最终才被题目过半即为挑战成功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这个难了 哎呀妈呀 这点难呢 好开朗啊 好开心 没眼之间 谁这么笑 要不要抽一次提示 来来来整一个 整一个 好整一个 这有点懵 来吧 他在笑我说你看你猜不对吧 哈哈 盲盒 毛哥 卡姐一顿吃几个煎饼 还真没数过 但我觉得他应该五个起吧 多少 不算啥 五个不算多的 强姐吃最多 强姐吃更多 吃多少 爆料一下 从刚开始录到现在 100张说要有了吧 强姐确实也爱吃 挺好的 那我们给的这个提示 我们提示这个是 大肠腿 而且是短发 现在是短发 短发 大肠腿 短发 有谁呀 郭采杰 最短的就是郭采杰 最短的就是郭采杰 没说最短的 杏尔姐姐 对 大肠腿 有点像 好 那我们下一个姐姐 这是个男的吧 这是哥哥吧 这个有点太酷了 这个哥哥 中的梅 有心事 有点不开心 这是谁呀 这个我肯定猜不出来 不用想 这太自觉了 我先拆一个吧 郁的造型 YYDS 姐姐以后可以继续这个风格吗 真的太美了 可以呀 我今天还说 我今天跟张力说 我说我说要留长 像她一样长 就是那种长发 带在那里卷 我觉得还是挺有女人味的 好美分为感 我们回到这位姐姐 她的关键词是酷 在这一季 《龙龙波浪》姐姐中也很酷 余文文 对吧 有一点点像 你这么说还 这个酷劲 气场 墓子里面 像 来看下一位姐姐 看不清 这有点 这有点不高清 但是感觉很文静的样子 很乖巧 对 很可爱 这应该是我们香港地区 或者台湾地区的 这是怎么发现的 感觉 小餐厅 感觉对了 甜甜的 哎呀 行粒 真的 是不是行粒吗 你知道为什么叫行粒吗 他祖籍山东人 跟我是老仙 我们山东话就是行粒 就叫行粒 好 那下一位姐姐 这个好猜吧 是不是看了点眼熟 对 很熟 这个是有点看着像 谁这是 很熟 很熟 谭维维这不是 亲眼熟 哎 哎 小时候被 baby face 小娃娃脸 乖巧 可爱 下一位姐姐 这个应该好猜 这个分解分解解开是你的分解 这个 小背景 周边上周边 这些 杰出来了 对 她的环境开始应该在 国外的那种感觉 在美国 姐姐果然是一把抓细节的豪手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 这不是我吗 这样别人要猜我的话 我觉得你要在室内拍可能还好润一点 因为你的眼睛很漂亮 但是在外面可能阳光太刺眼 这个小咪咪眼 你在说什么 阳光太热烈了 看不清眼睛 但鼻子是很像的 开耳朵就行了 开耳朵这么大 一看只要只有我才有 那恭喜妈妈 完成了我们的加油挑战 成功获得了我们专处的甜蜜车票 我们去领取甜蜜车票吧 车票请打印 做得很好 你们做得可 来看一下上面还有细节 8排09号 这个是陪娜的播出时间 2008年 票价520 是纯末破浪姐姐开播的日子 然后G121 我生日吗 对 签上你自己的名字吧 签名 还有一个心 跟我一起上车吧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我们期待一下 毛毛姐在这一站 到了以后下一站的旅途吧 希望毛毛姐一路顺风 一切顺利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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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出你的名字 喊出你的名字 我当时突然觉得 我这个手上写了 这样就穿帮了 我马上机智地用了一只手 问这个傻子 丽姐在台上随手一截就是桌面台下相处就是表情包 就是我也有很多好看的镜头的 拼啊 加油 看好你哦 好 和杰斯卡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语言不同 她说长沙话说得很好 美朵帅哥 请抖我们一票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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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能力大考验 最近的口头禅是什么 好可爱 还有没有想合作的姐姐 有 想跟她学唱歌 到目前为止在节目当中哭过几次 更多精彩内容 锁定7月24号周日12点甜蜜班车 张力 石凯 赵一诚 带你甜蜜发车啦